早上好 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可真不错呀 大傻春这个懒鬼怎么还不起床 算了不管他了 那么美丽的早晨怎么能浪费在睡觉上呢 让我出去散散步 放松放松紧鼓吧 那里有个村民让我过去跟他把声招呼 早上好老邓你一大早的站在这里干嘛 关你屁事走开小屁孩 这村民可真没素质 算了不管他了 我还是独自享受着美好的早晨吧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走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回家叫醒大傻春吃饭了 等等等等等等将将将尸 害我我只是来来这里散步的 没什么恶意 等等这个僵尸在干嘛 难道他想给我表演杂技吗 事先声明我可没钱给你 别待会说我赖账啊 等等发生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眼前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一个僵尸用TNT把自己给炸飞了 好吧果然林子大了什么僵尸都有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那么愚蠢的僵尸 等等我的头好晕好痛 有人吗有没有人 快来人救救我 我不 我的头好痛啊 我是谁这里是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奇怪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刚刚不是在 等等我想起来了 我在散步准备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愚蠢的僵尸 然后亲眼见证了他用TNT把自己给炸飞了 然后我好像就晕倒了之后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醒来就发现我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 到底是哪个混蛋把我困到了这里 等我出去之后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才行 可恶这个铁栅栏实在是太高了 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才能从这个笼子里面出去呢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消失了那么久 大傻春现在一定很担心我 我得快点回去告诉大傻春我没事才行 等等这个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通往外面世界的下水道 有了我知道该怎么从这里出去吧 我可以通过这条下水道从这里面逃走 我可真是个天才 出口出口在哪里 一条梯子 这个一定就是通往外面的梯子了 太棒了我马上就能从这里出去了 等我出去抓到那个把我困到这个笼子里面的家伙之后 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给他点颜色看看 成功了我成功从这个笼子里面逃出来了万岁 好了现在我得赶紧回去才行 大傻春睡醒之后发现我不见了一定担心坏了 我敢打赌他现在一定正在满村子的找我 等等等等等等 接着这个不是那个被TNT炸飞了的僵尸吗 他怎么也在这里 你别过来啊 我身上可是带了武器的 你要是赶过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奇怪这个僵尸怎么在模仿我 难道这个僵尸是个学人精吗 等等等等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个问题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僵尸 准确点来说我看到的这个其实只是一面镜子 而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我 而我就是这个镜子里面的那个僵尸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是僵尸呢 不不不不不这个真的是我 发生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变成了一只僵尸 那我呢那我去哪里了 我的身体又去哪里了 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定只是一场梦 让我用手来把自己给掐醒 哎呦好痛等等 这不是梦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僵尸 等等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我跟这只僵尸交换了身体 而现在正在占据着我的身体 冒充着我的那个人其实是一只僵尸 不好大傻村和村民们可能要有危险了 我得赶紧回去把真相告诉大家 不然他们会有大麻烦的 终于回到村子里面吗 有人吗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在 我有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们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都去哪里了 我是村民 我找到了一个村民 嘿村民你好 等等你先别害怕是我方块哥 你还记得吗 每天穿红色衣服的那个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先听我 好吧看来这个村民 根本就听不进去我说的话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告诉这些村民们真相 等等这里还有些村民 希望这些村民能相信我 嘿你们好了 不好了僵尸来了僵尸来了 僵尸来了 等等等等我不是僵尸 你们先听我解释 你们先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僵尸 别追了别追了 你们先听我说先冷静下来 听我说好吧 太糟糕了 这些村民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像是疯了一样 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只要我一天没有变回原来的样子 盯着这个僵尸外壳 那些村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我一个字的 等等有了 大傻村我差点把大傻村给忘了 大傻村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放的屁是什么味道他都找到 我们相信如果是大傻村的话 他一定能认得出我的 趁现在那些村民们在睡觉 我最好赶紧去找大傻村说清楚 告诉他真正的真相 好了前面就是我跟大傻村的房子了 让我们慢慢的靠近 大傻村快醒醒大傻村 大傻村我是方快哥 大傻村快开门我是方快哥 奇怪难道大傻村这个家伙睡着了吗 谁呀是谁在那里按门铃 等等大傻村是我 大傻村我是方快哥 哦天哪方快哥真的是你吗 方快哥 我还以为你失踪不见了呢 你跑哪里去了 还有你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只僵尸 说来话长 你先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之后再慢慢跟你解释 我很高兴你能相信我大傻村 我还以为你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呢 我怎么可能会不相信你呢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太可怕了大傻村因为被我感染 跟我一样变成了一只僵尸 好吧 现在让我们试着学习像僵尸一样在这里生存吧 大傻村 如果我们想像一只真正的僵尸一样生存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时刻躲在阴凉处 不然我们的身体就会面临着火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一直泡在水里面的原因 虽然这样很难 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等等快过来看大傻村 这里有个山洞 我发现了一个山洞 让我们进去这个山洞里面看看吧 我天哪好烫好烫好烫 作为一只僵尸在白天真的寸步难行 这个山洞虽然看起来有点小 但是十分的干净安全 大傻村快进来吧 这里很安全 我们之后可以生活在这个山洞里面 我做不到方块哥 只要我一离开水身体就会着火 没事的大傻村这很简单 你能做的我相信你 快点进来吧 好吧我来了我来了 我做到了我成功进来了 这个山洞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让我们用工具来扩大一下这个山洞吧 大傻村 僵尸的生活真的很具有挑战性 因为我们没法在白天的时候自由行动 这样不仅会让我们的身体着火 还会引来那些村民们的围攻 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待在水里面和阴凉处 我感觉我的肚子有点饿了方块哥 我也是 但是我们只能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出去捕猎寻找食物 因为只要太阳一下山 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到时候我们的力量也会比之前的药墙上更多 不过我们现在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的生命只因为没有食物 可受到太阳光照射到正在不断减少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格外的小心才行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让我们开始出去寻找食物的大傻春 我已经等不及要这么做了 因为我的肚子现在实在是太饿了 食物食物 你在哪里快点出来吧食物 方块哥快过来看我发现了一个雪物 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或许能在这里面找到些食物什么的 好吧 看起来这里除了这些工作台和熔炉什么也没有 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羊毛地毯给收集起来 拿回去装修我们的房子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下水道 让我们下去看看这里面有些什么 我想我们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进下水道里面的僵尸了 哦是一个地下室 等等这里怎么困了只僵尸村民和一个普通村民在这里 我想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别害怕村民我们是好人 我们不是僵尸 我们只是看起来像僵尸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僵尸 救命有人吗 救命快来人救救我 这里有僵尸想要来杀我了 黑冷静下来伙计我们不是僵尸 被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们真的不是僵尸 救命救命 你们这些可恶的僵尸别靠近我 不然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好吧 看来这个村民不相信我们方块哥 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他给重新困起来吧 以防万一待会他误伤到我们的话就不好了 既然他不相信我们 那我们也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让我们走吧大傻村 离开这里继续去村子里面寻找食物吧 还是晚上好 因为晚上我们不用担心会被太阳给灼烧到我的身体 我们得尽快找到些食物才行 不然等到白天我们就没有机会出来寻找食物了 好怀念我们以前的生活 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 即使遇到村民也不会被他们追着喊打喊杀 要是能找到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 相信我们的村民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找回我原本的身体让我恢复原样了 哦是铁傀儡 是我们的村庄守护者铁傀儡 他没有攻击我们 我想他一定是认出我们来了 知道我们不是真正的僵尸 让我们偷偷溜进这些村民的房子里面看看有没有些食物什么的 芝麻开门 好吧只有一些无聊的白纸 等等这里面有个村民大傻村 这个房子里面有个村民 太棒了让我们去问他要点食物 我想他一定愿意帮助我们的 你好村民我们是两只善良的小僵尸 请问你愿意 哦好吧看来他不愿意帮助我们大傻村 因为我们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太恐怖了 只要一靠近这些村民就会马上把他们给吓跑 你好小村民请问你 哦好吧 慢点走小心别摔着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那么小的村民 我想我们还是打消跟村民沟通的这个念头吧大傻村 因为没有一个正常村民会愿意跟一只看起来跟僵尸一模一样的人沟通的 当然这也包括我们再能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靠自己去找些食物来填饱肚子吧 我和大傻村在寻找食物的途中发现了这个实验室 据旁边的村庄里面的村民们所说 这个是一个人体交换实验室 如果我能在这里找到那台人体交换机器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能重新进入到我原来的身体里面了 我得想办法找到那台能帮我恢复成原样的机器才行 我已经受够这种每天被村民们追着喊打喊杀 可白天只能躲在阴暗处的日子了 奇怪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僵尸在这里 他们看起来就跟我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看那他们在追逐着我 可能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的老爸了吧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七十五是只假僵尸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那台人体交换机器 然后把我的身体给交换回来 我敢打赌那台人体交换机器 一定就在这扇巨大的铁门后面 可是我该怎么打开这扇铁门呢 它是如此的坚固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箱子 这里面会有什么 我天那是拉杆 好多的拉杆 这里面有好多的拉杆 等等我知道了 这个一定就是打开这扇铁门的钥匙 让我把它给放在这里 只要我启动这个拉杆 这个铁门就会随之打开 好了321开启 成功了我成功打开了这扇铁门 这个一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体交换机器吧 不过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想交换回我原来的身体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得找回我原来的身体 把它给放置到这里才行 救命啊 我和麦奇被困在了沙漠里 更糟糕的是我们背后还追着一堆鲨鱼 我们该怎么办 姐姐快想想办法 我可不想被这群鳄鱼吃掉 麦奇别吵了 快看前面有一座房子 或许我们可以进去躲避一下 好吧我已经看到了 希望他的门没有锁上 好了 马上就要到了麦奇 我们赶紧进去吧 我成功进来了 然后把门关起来 这样鳄鱼就进不来了 好险啊 刚才差点就要被鳄鱼咬到屁股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进入的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快看了 我还发现了两套盔甲 这下真是赚大发了 这里好像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姐姐快来啊 我在这边找到了 吃的这里有好多面包啊 我们都拿走吧 我想我们非常需要这个食物 而且刚好我很饿 这两套盔甲我们一人一套吧 说不定这个房子里面会有危险 麦奇你先选吧 那我要左边这一套 好的 那么我就穿上这一套铁盔甲 谢谢你姐姐 这盔甲真的太酷了 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个 虽然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上楼去查探一下吧 走这里刚好有一条梯子 我们可以轻松地上到二楼 麦奇快看这里有两把武器 刚好我们可以一人一把 是的 哇 来到这座房子真的是捡到宝吧 拿了东西我们就走吧 姐姐我忽然非常乐意 在这个城堡里面探险 我总感觉会找到宝藏 好吧 那就让我们继续再搜寻一下 快看这里有一个秘密通道 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发现里面有什么 快看啊 姐姐这个人是谁 她为什么会被困在这个笼子里面 我的天啊 我终于等到有人来了 求求你们两个在那个恶棍回来之前救救我 放我出去 她欺压村民一直把我关在这个铁笼子里 好吧 我现在就把你放出来 不过你能告诉我恶棍究竟是谁吗 还有这是谁的房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恶棍是以前村子里面的图书馆管理员 我也不知道那个恶棍为什么会抓我困在这里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不好 我好像听到了他回来的脚步声 你没有听到吗 有人要进入这个房子了 就在楼顶上 你们千万要保持安静 不要大喊大叫 我才不怕 我现在就要上去看看 伙计们不好了 是今天追我们的那几只臭鳄鱼跑进来了 情况不妙 我弟天啊 我们还是赶紧先爬到楼上去再说 我现在只想远离这群鳄鱼 它一直在攻击这个村民 我们得把这几个闯入这里的鳄鱼星消灭掉 欧巴麦奇你醒醒 你走了 那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臭鳄鱼离我的朋友远一点 等等救命啊 那只臭鳄鱼把麦奇抓走了 看来这群鳄鱼和当初抓捕我的那个恶棍是一虎的 可恶麦奇被那个鳄鱼抓走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伙计你先不要沮丧 我知道那个图书管理员住在哪里 如果你想救你的朋友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 好的 那你赶紧带我去吧 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把麦奇救出来 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不过你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你最好先去看一下医生 你告诉我地址我可以自己过去 不 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沙漠里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就这样那位村民把我带到了那个恶棍图书管理员的屋子 前面这座房子就是了 他一直住在这里 并且房子周围到处都是他养的恶鱼 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能进入他的房子 你必须要想想其他办法硬闯你是进不去的 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你跟我来吧 我有办法能让你进入到房子里面 你先跟我回家吧 我的天啊 这就是你的村子吗 这里到处都是恶鱼 你们以前是怎么居住的 这是我的屋子快进来吧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进去 这是刺客装备有的 你将可以不被人注意到就能接近他的房子 我想你一定可以混进去 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无法陪你一起进去 好的 谢谢你的装备 这次我要不生一人去营救卖棋了 周围都是鲨鱼非常危险 所以我必须要很省心 否则他们一口就能把我吃掉 希望这栋房子里面没有安装摄像头 不然我很容易就被发现 好了 现在我要偷偷接近他了很好 我一个大冲刺就来到了房子的边缘 接下来我要打破这些方块混进去 然后再马上给他填补起来 非常棒 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笑 这是一栋教堂 并且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想一定有着秘密同胞 不然绝对不可能安排那么多鳄鱼 在外面守护着这栋房子太好了 我找到了 这就是我要找的秘把 现在我要下去 希望下面不会立马就碰到那个恶鬼 奇了怪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重力颠倒一样 我所站的地方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 他的床还有各种储物箱是如何安装的那么高 真是奇怪 我需要搜寻到麦奇的踪迹 否则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等等 我在箱子里面找到了一个拉杆 我想这应该是打开秘密通道的关键所在 并且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洞口 或许关键就在这里 我可以顺着这些藤丸爬上去 果然这里有一道门安装上拉杆之后 我成功的把这个门打开了 我的天佑是跑酷闯关 我记得之前有粉丝跟我说过想看我跑酷 今天我想终于可以安排上了 这次的跑酷非常有意思 但是也非常的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被鳄鱼撕成碎片 他们似乎饿了很久 一直在我所在的地方下面聚集开来 他们估计就等着我掉下去 然后饱餐一顿吧 我已经跑过了一大半了 说真的这次的机关实在是太复杂了 并且看起来很危险 我得给这些鳄鱼扔一点面包 让他们不要来烦我 很好 我成功的爬到了旁边的梯子 很快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真不知道是哪个鬼才想出的这种跑酷方式 如果我见到它 我一定要做它一顿 太好了 再见臭鳄鱼 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了 等等这又来了什么机关 看起来情况很不妙 地上都是尖刺 而且两边都有玻璃额开的鳄鱼 如果我一不小心打破 那么这些鳄鱼将会毫不留情地冲出来 把我撕成碎片 这一切都太危险了 我必须得非常小心 否则我不但就不出麦气 我还会死在这里 希望这些玻璃足够结实 我可不想那群臭鳄鱼接近我 太好了 我终于过来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相信很快我就能救出麦气了 里面会是什么地方呢 我的天啊 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 你是谁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来救你的朋友的对不对 不得不说你实在是太天真了 你以为你还能逃离这里吗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两个都得给我留在这 来吧 跟我战斗吧 加油姐姐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败她的 这一个可恶的恶棍在这里 做了那么多坏事 今天你一定要替天醒到 闭嘴你这个关在牢笼里的白痴 等我杀掉你的朋友之后就轮到你 我的天啊 不得不说那个恶棍真的是有一点战斗力 我都损失了好几颗心 我得想想办法去弄死她 你抓了我的朋友 并且还关了村子里的那个村民 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太好了 我终于把她消灭了 姐姐太好了 你终于做到了 一切都是她最有应得 赶紧快把我放出去 我受够了在这个囚龙里 好的我现在就想办法来救你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没想到你来救我了 麦奇你说的是什么废话 你每次受到威胁 不是我来救你 是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多亏了那个村民带我来到了这里 然后我通过了一系列的 库跑和激光才能来到这里 是吗 那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成功地把那个恶棍消灭了 从此以后我想这个村庄就太平了 假如你和你最好的朋友 外出冒险回家时 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房子 被捆住的僵尸军团 包围的水泄不通 并且随时都会朝你发起攻击 你会怎么做 大家好 我是阿俊 但是我们还没走到一半天空突然变成了诡异的红色 这让我们不得不终止了这次冒险旅行 俊哥你说好好的天空怎么突然变成了诡异的红色呢 不会又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吧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这一切确实太不正常了 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 我们现在最好是停止这场旅行 返回我们房子躲避一下 好的俊哥我现在感觉外面凉嗖嗖的 我们快点回到房屋吧 真希望不会遇见什么可怕的事情 天的俊哥你快看我们的房屋外围 怎么出现了这么多可怕的僵尸 看来我的乌鸦嘴又灵面了 是啊看来今天天空变红和僵尸大军出动有关 而且我看他们的样子像是有备而来 俊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感觉这些僵尸真的是太恐怖了 是啊铁柱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进入我们的房子中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僵尸大军 什么时候苏醒朝着我们发起攻击 有了铁柱我们趁着这些僵尸大军还在沉睡 悄悄地从他们的身体缝隙中潜入房间中 听了俊哥那些僵尸大军发现我们了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离开这里朝着房间的方向跑去 俊哥这些僵尸真的是太多了 我感觉至少有上千只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进入房间中 俊哥我已经进来了 好的看我凌空一脚我也进来了 刚刚真的是太危险了 我还以为直接会狗带呢 是的铁柱但是我们还不能高兴得这么早 外面的那些僵尸大军还没有离开 我们最好先去二楼躲避一下 等天亮了我们再出去 好的俊哥我们快点上去吧 我感觉下面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终于天亮了房屋外面貌似没有了动静 我现在就去叫铁柱和他一起去外面观察一下 铁柱你睡醒了吗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我们出去探查一下那些僵尸大军走了吗 奇怪怎么没有人回应我呀 难道说铁柱因为昨天太累了还没有睡醒 让我打开门进去看一下 真的呀铁柱居然还在睡觉 铁柱快点醒醒啊 我们要趁着天亮 出去打探一下那些僵尸大军的来历 俊哥什么事情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好难受呀 浑身沉沉的而且肚子非常的饥饿 天的铁柱你这是怎么了浑身长出了绿色的斑你 看上去像是被某种病毒感染了一样 真的呀俊哥我这是怎么了 现在我感觉到自己的头非常的痛 就连吃我最喜欢的蛋糕都感觉到了恶心 遭了铁柱难道你昨天在躲避的时候 不小心让那些恐怖的僵尸感染上了 俊哥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呀 我可不想变成恐怖的僵尸怪物呀 到时候我不仅不能见到阳光 而且还吃不到美味可口的蛋糕了 有了铁柱看来我们现在只有去找一下白博士 也许他会有什么办法让你恢复过来 好啦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去吧俊哥 我现在渐渐的感觉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终于来到了白博士的实验室了 白博士你在这里吗我们有及时找你 不好俊哥看样子白博士没有在家 他不会是出去调查最近出现的僵尸大军了 铁柱看着旁边被关着的僵尸标本 很有这个可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要是我们一直等着白博士回来的话 恐怕到时候我可就要危险了 是的铁柱但是你也别着急 我刚刚在白博士的实验书上 好像看见了破解这个病毒的方法 上面记载说只要我们前往僵尸城堡 打败其中的母体就可以破解这种恐怖的病毒 那真的太好了俊哥我们快点出发吧 不过在离开之前我们需要使用白博士研究的药水 来减缓你身上病毒的爆发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 我这就把这个药水给你喝下 俊哥我现在感觉好很多了我们快点出发吧 根据白博士书上记载的位置 这里应该就是僵尸城堡吧 快看铁柱这里有着一个机关钥匙 我想这个就是进入的入口让我现在打开看看 真的俊哥这个果然是进入这个城堡的钥匙 走我们快点进入吧 要是你体内的病毒爆发可就糟糕了 天尼俊哥真没想到这个城堡的内部居然这么的高 要是从四周往上爬塌顶的话 恐怖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是的铁柱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水柱通道 它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到达塌顶 但是我们在进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通道中有没有数位 好的铁柱事不宜吃我们快点上去吧 俊哥真的呀只要站在这水里 就可以迅速上升到塔顶了 是的铁柱这样就可以省去大部分的体力 用来对付那些僵尸怪物了 俊哥看样子上面就是这个城堡的顶部 没错铁柱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上面肯定有我们无法预测的危险 天尼铁柱上面居然有一个巨型僵尸怪物 我想这个就是白博士口中说的母体了 我们快点使用激光枪来消灭它 看我直接最后一击太好了终于把它消灭了 等等铁柱你的身体挥复过来了 是啊俊哥我终于恢复了过来了 我不用变成僵尸了 我是邪恶节节 村子正在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还好我穿了特制的盔甲 否则现在被吹飞的就是我 这场风暴真的超级严重 不过正好把所有杂物都吹嘴 方便我偷取村子里面寻找宝宝 这里有一个地下室 我想就是这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些宝贝都归我了 全部拿走后我也该走了 哈哈哈哈 现在现在外面的情况好像很糟糕 这场风暴正在肆意地摧毁这个村子 这简直太可怕了 你们有经历过龙卷风吗 评论区告诉我答案 我是节节 我的天啊为什么会这样 一场风暴把村子给摧毁 现在的天气非常糟糕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得去村子的宝库看看 不好的门被破坏了 我想宝物估计丢了 果然宝石都没了 他们都被偷了 我现在必须去邪恶节节的村看看 我想应该能在哪里找到答案 去之前我得拿上武器防止不时之需 现在我需要开上我的红色炫裤跑车出发 邪恶节节最好祈祷自己没事 我的超跑开得飞快 我挑战在几秒钟就穿越这片沙漠 看起来还不错 我的跑车就是6 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小心 因为这里有很多掠夺者 他们都是邪恶节节的手下 现在我需要想办法抵达中心大厦 这些掠夺者手中都有武器 并且他们关闭了所有通往哪里的道路 我得小心一点 黑太好了 我找到了一条通道 就是有点深 我这一趟下来掉了三颗半心脏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箱子 好吧 白高兴了全是空的 不过有个意外发现是这里有一条秘密通道 里面会有小蜘蛛和小老鼠什么的 不过这都是小问题 在我走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终于抵达了一个下水源 往上游 应该能进到村子里面 很好 我现在已经成功进来了 我必须要小心一点 一旦被发现我就会被抓起来 这里有超多的掠夺者 这里有一个箱子太好了 有一个不错的发现找到了武器 起码现在有能力对付他们 我开始把分散在这里的掠夺者逐个鸡婆 免得到时候妨碍我找回宝石 漂亮 穿梭在这里更容易了 里面这一栋楼也有这么多掠夺者 我直接请他们吃手呗 踏踏参加这些零碎的 由我亲自解决 我这里有个电梯 我直接乘坐电梯直打顶位 这样会更快速 100楼这么快就到了吗 不过里面也有很多掠夺者 我直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里还有楼梯 我感觉这里很可疑 我必须要上去看看 哇 我的天啊 这些宝石都是我村子的 果然邪恶节节偷了宝石之后 把它藏到了这里 事实后该物归原主了 我直接拿了就走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套飞行装备 无狐再见了 你们看 这是我的世界地图 你们有见过吗 见过的在评论区写见我 利用了我的聪明才智 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村子 邪恶节节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制造的大型龙卷风 我可以开启它把我送上空中 还别说这玩意儿还挺好使 你这是什么情况 村子里面发生了什么 麦琪好像还在村子里 他应该是被抓了 不行 光靠我一个人力量悬殊 我必须要去找教授 这就是教授的房子了 他的房子看起来超级安全 教授是我呀 我是姐姐我要进去了 姐姐你来了 房门密码是707你进来吧 好的没问题 教授 你这门看起来太酷 教授村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村子遭受到了攻击 封闭了里面的每个人 都作为人质被扣压了 邪恶的战斗力还强大 我们打不过了 不行 我必须要把麦琪救出来 教授你那些武器我就带走了 好的你拿去用吧 我决定先爬上一棵树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 果然里面有很多村民麦琪也在里面 我一定会把他们都救出来的 我很快我便偷偷来到了他们的墙角下面 我从这里挖个狗洞进去 他们应该会发现不了的 黑麦琪 还有各位村民们 大家跟我一起逃出这里吧 姐姐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是来救你们的 大家保持安静跟我来 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全部都会完蛋 现在我们要去教授家 教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必须要闯入他的秘密基地 并且摧毁 好的 我现在就开始行动 我想这点事情我还是能处理的 我看到了邪恶的巡逻机器人 我直接一枪爆头 无敌是多么寂寞 很快便来到了秘密基地附近 这些巡逻机器人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想通道应该就在这里 找到了 就是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 我很好奇是谁建造了这个地方 好了有一场硬仗要干 里面有超级多的巡逻机器人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把他们消灭掉 臭蜘蛛不要靠近我 虽然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他们数量很多 好了 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 现在我该怎么上到上面去 我得想想办法 可以这里有一个控制室 我想我需要进去 这里朋友买的箱子 太好了 我找到了一把重力枪 现在我可以利用它来叠放木块 然后爬上去了 我把基地所有的木块 都拿了过来当电脚石 非常成功 我现在已经成功上岸了 这里有一个拉杆 我得把它拉下来 不是火箭通道口打开了 教授我已经按照您所吩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好的 姐姐现在麻烦你把这个安装在火箭上 并且发射 这样我们就能打败那群邪恶的家伙了 好的没问题 我一定不负大家所望 我已经成功了 教授给我的机器安装在了火箭上 现在只需要按下按钮就可以了 希望这个地堡能撑住火箭发射的威力 好了开始发射火箭 火箭成功地掉落在了我们的村子里 形成了一个大爆炸 遗憾的是我们的村子也被毁了 不过为了摧毁这股邪恶的利益 我们在所不惜 不愧是核武器产生的力量就是强大 我们成功地把这群坏蛋全部消灭了 时隔半个月之后 我们的村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在这里大家都生活得非常开心 可恶 都怪你们几个坏了我的好事 我这就用变小药水去惩罚你们 你们很快就会变得跟一个方块一样大小 到时候看你们怎么跟我动 这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方块般大小 我会把你们囚禁起来 到时候将没有人能够阻止我 哈哈哈哈 这将会是我统治我的世界的好时机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村子呢 我刚出去一趟家被偷了 我得去找教授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教授 你在家吗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地上 邪恶节节使用魔法药水把整个村子全部缩小了 连我也受到影响 我现在帮不了你 我所有的家当都存放在了我的实验室里 现在拯救我们 只能靠你的节节 好的教授 我一定会拯救大家的利用这个魔术版 我可以跳跃到空中岛屿上 五湖我飞得非常高 在落地使用一桶水 我安全落地 一滴血也没掉 他这里布置了防御系统 我必须要小心 这里有非常多的守卫在巡捕 不过以为这只能难倒我吗 我可是我的世界第一帅 我直接倒立 走桥的下面 他们谁都发现不了我 我已经成功地拿到灵桥对面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麦琪和村民们 他们被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我必须要非常小心地躲过那一群守卫 我都不得不趴在地上爬行了 虽然很狼狈 但这令我成功地躲过了他们的搜寻 我觉得麦琪他们就在附近 在此期间我还偷了他们一身衣服 我看起来跟他们没什么两样 他们不会怀疑人 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在这里搜寻麦琪的踪迹 这些地方都找过了 没看到 下面有一个房间门口被锁上了 太好了 就是这里 我想我需要找到一把钥匙 寻找麦琪的时候 我搜寻了角落 没有发现钥匙 现在还剩那个高塔 我没找过 我想我得上去一趟 这个地方与众不同 我想应该可以在这里找得到钥匙 站住你是谁 好家伙被发现了 干嘛我只能干掉你了 我偷溜进的书房很好 我找到了钥匙 是时候该走了 凭借着我的聪明才智 很快我就偷偷来到了锁住村子方块的房间 我来救你们了 我拿钥匙打开了门找到了方块很奇怪 这里没有人 我想一定是邪恶姐姐把村民和麦琪全部带走了 这个地方我好像还没有检查过 我得来这里看看 为你小子把我兄弟藏马了 赶紧交出来 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吗 我可是大满主 我有主角光环的 我要统治我们世界 你为什么三番两次破坏我的结果 村民们都是自由的 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统治 你给我去死吧 我成功地消灭了邪恶姐姐 他们把缩小的村民扔在了角落里 我现在正在把他们一个一个捡起来 看起来太搞笑了 太好了 我又再次拯救了大家 离开空中岛屿之前 我在上面安装了教授给的超级炸药 我们不需要它的存在 伙计们我成功消灭了邪恶姐姐 如果一百天后你将会被执行死刑 你该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我和大傻春因为被村民们冤枉误判进了监狱里面 在这的一百天之后 我和大傻春将会被处于死刑 方块哥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太冤枉了 我不想就这样白白死掉 是的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必须装作很听话的执行监狱里面 派给我们的工作和任务 第一天 我们的工作是制作一百把石斧 把石斧制作好后然后放在旁边的箱子里面 这些工作真的非常的枯燥 但是我们不得不听话的去做 因为如果我们不听话的话就会挨饿 这是我们的酬劳 一块饼干 这里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现在我们该去锻炼了 让我们锻炼出强壮的身体 这样我们才有更大的机会从这里逃出去 今天过得可真不容易 是啊我都快累死了 我们必须赶快想出一个完美的计划逃出这里 不过现在先让我们睡觉吧 因为明天还有新的工作在等着我们呢 晚安大傻春 晚安方块哥 第二天昨晚在睡觉时我想到了一个 可以帮我们从这里逃出去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 今天我们的工作还是制作一百把石斧 但是我们可以在制作石斧的时候 偷偷给自己制作一把石斧 这是个好主意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打破窗户上的铁栏杆 从这里逃出去 好了大傻春工作时间到 也忘了我们主要的工作大傻春 好了现在让我们继续认真工作 本工作结束后 我们就像往常一样回到牢房里面去 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在看守我们 我想这可能是从这里逃出去的好机会 让我们挖穿这堵墙从这里逃出去吧 我们得快点 绝对不能被他们给发现了 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终于要出去了 欧布这些熔岩可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把它给堵上 我想我们最好从别的地方开始挖 快点快点 欧布这里为什么还是有熔岩 等等这不对劲 挖开这里看看 监狱的外面居然是一片熔岩海 我们完蛋了 我们不可能从这里出去了 我们的挖墙计划失败了 快把这里给掩盖起来快跑 千万别被别人发现我们了 第三天 方快哥快看那边 或许我们可以从那里逃出去 那里应该是通往外面的大门 这是个好想法 可是那个门上布满了红外激光 你确定我们可以绕过这些激光 然后从这里出去吗 我想到了个办法 第四天 我们可以在这个激光门的下面挖一个隧道 然后从这条地下隧道逃出去 你确定这个下面没有激光吗 我确定 等等这下面的是鸡岩 石岛是没有办法挖开这些激岩的 这个计划又得泡汤了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这里等死了吗 我们真的逃不出去了吗 如果我们能缩小的话 就可以从这里穿出去了 可是我们不可能缩小 我们也不可能逃得出去 第五天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在地下矿场里面挖煤 相对于这个我更想念做石斧的日子 试得至少制作石斧不会那么累 不这里怎么会有容颜 小心一点 大傻春可别浪费了我们剩下的95天了 第十二天 我们已经在地下矿场连续工作好几天了 距离我们的死刑日期还剩下88天 等等大傻春快看我发现了什么 是打火器 等等大傻春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听好了在我们挖矿的时候 我们尽量去寻找一些钻石 但是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了 开始行动了 第25天 大傻春我找到了一些钻石 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钻石了 找这些钻石可花费了我们不少时间 让我们赶紧把这些钻石挖出来了 第27天 我们又成功回到了制作石斧的岗位上 在制作石斧是我会偷偷制作一把钻石搞 是时候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把我们分配回去挖煤就可以了 第33天 等了那么多天 我们终于又回到矿井里干火了 我们要假装在干火躲避开那些预警的视线 大傻春你尽量在后面挡住我 别让别人注意到我在这里干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用钻石号在这里给我们挖一些黑钥匙了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从这里逃出去的一切东西了 我们该怎么做 这个你不用操心 你只要站在门口那里帮我放风就可以了 我要在这里制作一个黑钥匙传送门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这样我们就不用待在这里担心会被执行死刑了 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要自由了 让我们走吧 拜拜监狱 我们终于要自由了 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吗 这里看起来好像比监狱里面还要危险 那些是什么 是恶魔骂他们会不会攻击我们 我不确定 等等他们怎么过来了 我知道了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他们身上离开 他们就会移动过来攻击我们 这可不太好 我可不想搁在这里 让我们回去吧 我不好 我们的行动被狱警给发现了 我们要被送到其他地方以示惩罚 第34天 我们被送到了禁闭室里面了 我们将要在这个禁闭室里面待整整一个月 这可不太好 我们离处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不能就这样被关在这里一个月 不然我们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们最好赶紧想个计划先从这里逃出去 不能就这样在这里坐以待毙 第48天 我想到了的计划大傻春 是什么计划 我们可以用这些书逃跑 用书逃跑书怎么帮我们逃跑 先别着急 在此之前我们得先收集一些材料 第65天 我们被放出了禁闭室 我们的惩罚时间结束了 方块哥我们该怎么办 离我们的死刑时间就只剩下一个月了 我们得快点从这里逃出去 我不想就这样搭在这里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酿造台 希望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的某个地方找到它 你打算用酿造台来做药水吗 方块哥 是的 在禁闭室时候 我在书上看到了一种 可以帮我们从这里逃出去的药水 我们最好尽快找到它 第70天 现在是午餐时间 等等方块哥快过来看 我想我好像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 我看到它是酿造台 让我们把它给拿走 太棒了 现在让我们去制作药水的方块哥 先别着急大傻春 我们还得先去收集一些制作药水的原料 什么原料 蒲公英 我们要找到一些蒲公英 这个是制作我们药水的关键原料 可是这里寸草不生的 我们该去哪里找蒲公英呢 我记得在监狱里面有一个贵宾室 我之前路过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些花坛 我想那里或许会有蒲公英 让我们想办法进去从那里拿到一些蒲公英 第76天 须别出生大傻春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铁好多的铁 是的 这些是我们之前在矿井的时候 我偷偷收集到的铁 我们可以用这些铁来制作盔甲 来帮助我们逃跑 如果被发现时 还可以快速武装起来跟他们对抗 我也有些好东西给你看 哇哦是个工作台 大傻春你可真是个机灵鬼 好了 现在我要用它来给我们制作一套铁盔甲 完成了太棒了 第80天 我们被分配到贵宾室里面打扫卫生 正和我一我还在想要 怎么才能进到这个贵宾室里面呢 这里看起来像个宫殿一样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监狱里面 居然还有这么的地方 让我们抓紧时间去寻找蒲公英吧 我们要收集够100多蒲公英 但是不能太过于铭血 不然预警会起一心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又得泡汤了 所以我们每天最好就只摘湿度 在我们被处决之前 收集够我们需要的蒲公英 让我们开始吧 第89天 我们终于收集够了100多蒲公英 现在让我们来制作药水吧 这可真的太不容易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药水需要酿造很久 现在已经是第89天了 我怕会赶不及在第100天之前酿造完成 如果在第100天之前没有酿造完成的话 我们就要完蛋了 我不想嘎在这里方块哥 我们得快点来行动起来了 第97天 让我们来看一下药水酿造的怎么样 方块哥这些药水完成了吗 还没有我想药水可能无法按时完成 加油啊 药水拜托了我们的小命 能不能保住就看 第99天 明天早上9点就是你们的行刑时间 所以今天你们就不用去工作了 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什么明天早上9点 大傻春明天早上9点 我们就要开始行刑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的药水还没有制作好 难道我们就真的要嘎在这里了吗 第100天 行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我们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吗 方块哥 先别着急让我们来看看药水酿造的怎么样了 好了我们的药水酿造好了 我们不用嘎在这里了 太好了我昨晚下的一晚都不敢睡觉 现在终于不用担心了 别废话了 大傻春马上就要 9点了 狱警马上就要来了 让我们赶紧把药水喝下去吧 哦你变小了方块哥 我也要变小 太棒了 现在让我们找个地方给躲起来 就躲在这里吧 我想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跑去哪里了 9点了狱警来了 我们会被发现吗 方块哥 爷出声就待在这里 他绝对不会发现我们的 不好了警报警报犯人逃跑了 看到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计划看来要成功了 不过情况不太好 这个狱警拉响了越狱警报 我想我们最好赶紧穿上我们的盔甲 从这里出去 不然待会他们把这里找翻天 也要把我们给找出来 我们得马上从这里出去吧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可以 从那些缺口里面钻出去吧 因为我们现在变得非常的小 来吧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 让我们把这里给挖开大傻春 可是这里的下面不是基岩吗 我们是挖不开这里的 别担心大傻春 别忘了现在的我们已经变得非常的小了 我们可以直接就这样从下面穿出去吧 就像是这样 太棒了 我们终于自由了 但是先别高兴 我们最好继续往前跑 在狱警还没发现我们之前赶紧最好离开这里 我们成功的越狱了 我们逃过了死刑 我们成功活下来了 兄弟们早啊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看起来天气很不错 我们出去玩吧 姐姐 好的我们走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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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草什么情况 怎么了这是 麦琪麦琪 你还好吗 好吧麦琪死了后又复活了 等等等等 这房子怎么那么奇怪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这里就我们这一座房子周围什么都没有 完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们该怎么生存下去 别气脸麦琪 就算全世界只剩下我们这一间房子 我们也要靠着这一间房子努力的活下去 让我们清点一下 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 我们有一个箱子 时间过得太久 我都忘记往箱子里面放过什么东西了 来吧 让我们查看一下箱子里面还有什么物资 好吧 只有两个水桶 一些木棍子和一些符润 不过不管了 先拿走吧 来吧给你一个水桶 说不定会有润 那个腐肉我们不能吃吧 完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有用的物资 你说的对 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 等等麦琪 抬头看看 怎么了吗 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房子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格楼 我一直用它来当做仓库使用 可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去过 所以我不记得上面存放过什么东西 早把我们上去翻找一些 希望这次能找到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哦 真意外 居然有头奶牛 这太棒了它还能生产牛奶 是的这简直太惊喜了 来吧 让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什么物资 希望这个箱子打开别让我失望 五湖里面有好多鲜花 哇这个箱子里面有河石头 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把它们都拿走 那我找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个箱子大还是惊喜的 这里有锄头和胡萝卜 还有一些小麦种子 好了 目前只收集到这些东西 不过总比一无所获要好 但是不多 我们现在的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不能浪费 明白 我会节俭一点的 好的 来吧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房子 哇 这也太高了我们一不小心摔下去会丧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门口这里建立一个平台 防止我们一开门就会掉下去 好的没问题 我们建立一个吧 我已经从这里死了一次了 不想再来一次 等等卖起 快停下 不用乱建造 毕竟我们现在石头有限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收集 来工作台这边 我们把石头排成一排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石板 我们可以用石板来代替 用这种方法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挖好主意 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吧 不仅可以节约资源 还能扩展空间 我们不一定要建立连接的石块 还能逐个放在这里房子旁边 这样不仅能节约一点资源 同时我们也能锻炼一下 不得不说你这个猪脑子 是怎么能想到这么危险的方法 我们一个不小心不就摔下去了吗 不会的 你看我 窝草踩空了呀救命 好吧我嘎了 不过没事我还能复活 你看吧 我就说了会掉下去 这回翻车了吧 不过我们还是建立起了一个平台 这样我们的活动空间 就不仅仅局限在屋内了 麦琪你在搭建什么东西 别担心节节 我会尽量节俭一点的 你准备用这些泥土块来干嘛 当然是用来种植东西了 我们不是有小麦种子吗 而且还有胡萝卜 这样我们就能收割源源不断的食物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无法种下这些种子 等等麦琪你先助手 怎么了吗 我知道什么原因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水 没有水的话 你就无法在土地上进行播种 原来如此 但是姐姐我们去哪里取水呢 我们屋子里没有水 等等麦琪 我应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 跟我来 在这里 这里不是洗手间吗 是的 就是洗手间 你看 这里有水 哇太棒了 赶紧过来用桶把这些水摇起来 没错就是这样 麦琪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把农场弄得更大一点 就像这样 好吧 让我重新改造一下 很好就是这样 来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水放入这个坑里 它就会往四处渗 让泥土变得潮湿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种农作物 哇屋叫简直太棒了 我们开始耕种吧 我们很快就会有食物了 我们的空中农场现在已经完成了 不仅种有小麦 还有胡萝卜 我想我们既然可以搭建农场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建立一个牧场 包好主意 过去一段时间后 转眼间农作物便可以丰收了 麦琪在收割农作物 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有吃有喝的还不错 我们现在不仅有一个农场 还有一个牧场 但是麦琪我感觉我们所剩的资源不多了 我们又要开始省吃俭用了 嗯没错 太阳已经下山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马上就要到晚上了 我们没有火把这里会不会很黑啊 可是我现在我们现在只剩下七块木头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浪费这些资源 我们要节俭 走吧我们赶紧回去睡觉 晚安马卡巴卡 晚安一鼓鼻鼓 早上好啊大家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牧场 还有牧场吧 好的走吧 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哦天哪等等麦琪 我看到了什么 苦力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现在不应该出去 他很可能会伤害到我们 但是他等会爆炸了 把我们的房子都炸没了怎么办 这样麦琪我们出去把它推下去 好的准备好了吗 冲啊 下去哥们下去他下不去啊 妈呀刚刚我没有把它推下去 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把它推下去 不然他等会炸了的房子就没了 而且我们也会遭受到连累 所以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 推开门给了这个苦力爬一脚 下去吧 兄弟 我去吓死我了 刚才那边还有一个不行 也得给他弄下去 怎么没完没了了 他们怎么那么多 这个不用推他自己掉下去 我去背后有苦力爬口气 真baby 居然在我背后偷偷炸了 好吧这次可真是一个失败的冒险 假如你在森林中 突然捡到了一张诡异的藏宝图 答应我千万不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往探寻 不然你也不知道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 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刚放完雪 铁柱就要邀请我前往森林探险 为此我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工具以防万一 俊哥我们快点出发吧 真希望这次能搜寻到一些宝藏 来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 等等铁柱我怎么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 俊哥你快看那里出现有什么东西 看样子像是一张古老的地图 奇怪刚刚这里明明什么东西都没有呀 现在怎么多出了张地图 难不成是从天上掉落的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让我先打开来看看这张地图记载了什么信息 这地图上面好像记载是去往一处神秘岛屿的路线 而且这个岛屿的距离和大路非常的遥远 天呐俊哥你说我们不会是捡了 一张稀有的藏宝图吧 铁柱很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怎么老是感觉 这个地图上岛屿形状非常的奇怪呢 老是给我一种不好的预感 俊哥会不会是你多疑了 这要是真的是一张古老的藏宝图的话 那岂不是岛上会有很多的宝藏 要是让我们找到的话 到时岂不是真的实现了翻身农民把歌唱了吗 是的铁柱既然这样势不宜迟 我们快点根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出发吧 铁柱这里应该就是地图上标注的出发港口吧 我们快点过去看看有没有船只 天呐俊哥你快看这个港口的地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红色液体 这里不会是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吧 铁柱很有这个可能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里在前不久肯定有村民遭遇了什么危险 看来我们所要前往的岛屿危险重重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为妙 发现情况不对要及时撤离 好的铁柱那我们快点驾驶着船只前往吧 不得不说这个岛屿离大陆的距离是真的远了 还好我们带够了足够的物资 要不然肯定到达不了的 铁柱你快看那里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岛屿啊 是的铁柱根据地图上标注的信息 前面那个就是我们所要找的藏有宝藏岛屿了 铁柱终于找到了要是再不找到 我们肯定会因为物资不足原路访问的 是的铁柱事不宜迟我们快点上岛 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珍贵的宝藏 骏哥我们都在这个岛屿上找寻了好几遍了 还是一点宝藏的影子没有见到 你说这个地图是不是压根不是什么藏宝 而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恶作具啊 无惠的铁柱根据我观察了地图的材质非常的古老 应该不是用来恶作具的道具 等等骏哥你快看这地上的草坪里 怎么会有一个土质方块啊 难道下面有隐藏了什么东西 让我把这个挖开看一下 天灵下面居然有着一个箱子 你说这不会就是地图上提起的宝箱吧 铁柱很有这个可能看来我们 这次真的要翻身农民把歌唱了 我们快点把这个箱子打开来看看 里面都有些什么吧 奇怪这个箱子居然不是所谓的宝藏 而是很多奇怪的物质 骏哥看来我们真的是被骗了 根本没有所谓的宝藏 等等铁柱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感觉像是从海上传过来的 骏哥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冷啊 天哪这四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黑一点光亮东西 铁柱你听得见吗你在那里啊 奇怪怎么没有人回应难道铁柱是逃走 等一下天又亮了起来了 这个岛屿上真的太古怪了 我得赶快和铁柱离开这里 不对刚刚铁柱不就是站在那里吗 现在怎么突然不见了踪影 而且地上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红色液体 糟了看这个样子铁柱是遇见了危险 铁柱你听得见吗 我是你骏哥呀你可不要吓我 天哪看来铁柱已经从这个岛屿莫名的消失了 不行我得赶快驾船回去用电脑 查询一下铁柱的踪迹 铁柱等着我我这就来救你 不好看这港口的样子铁柱没有自己驾船回来 难道说铁柱是被一些神秘势力给抓走了 看来我得去找一下大祭司询问一下 也许能从他那里知道一些关于铁柱的消失 你好大祭司你快来救救铁柱呀 我们今天找到一张神秘地图去冒险室 它居然在岛屿上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天哪阿俊看来你们是中了邪恶组织的圈套 他们故意利用这张地图 把你们给骗到那个岛屿上 然后再利用一些黑暗魔法把铁柱给抓走了 要是我们不及时把铁柱救出来的话 恐怕到时候它就会有狗袋的危险 我现在就把邪恶组织的位置告知你 祝你好运 好的谢谢你大祭司 我现在就去把铁柱救出来 根据大祭司提供的位置应该就是这里了 不得不说这个邪恶组织的基地 建造的真的是太高了 要是不小心从这个地方掉下去 屁股绝对要摔成两半 但是为了能把铁柱给救出来 我必须要爬上去 不对我好像听见上面有人说话 我先过去观察一下 等等那个不是铁柱吗 看样子铁柱情况很不乐观 好的趁着他们没有发现我 我先下手为强看招把你这个看守 可恶真没想到这个看守居然这么厉害 看来是时候要使出我全部力量了 太好了终于把这个看守给打败了 我得赶快去看看铁柱的情况 铁柱你快醒醒要我是你俊哥 俊哥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 没事了铁柱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 如果你在森林中突然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洞穴 答应我千万不要一时好奇前去探索 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 大家好我是阿俊今天趁着假期 准备和铁柱一起带着小猪去森林里 挖掘一些稀有材料来改善一下生活 俊哥你说小猪能感应到这里的稀有材料 没问题的铁柱我们要相信小猪的感应能力 他们可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要是我们这次能找到稀有材料的话 我们就可以翻身农民把歌唱彻底改善生活了 快看俊哥小猪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东西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跟上它别走丢了 天泥真的呀 俊哥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稀有材料 这些我们真的要彻底翻身了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把这些材料全都采摘了 等等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森林的远处传过来的 叶妮俊哥你快看那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而且浑身都是红色的液体真的是太恐怖了 不好铁柱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那个不就是最近新闻上经常说的绿色怪物吗 听说见到它的村民全都离奇地消失了 遭了俊哥那个怪物朝着我们追过来了 真没想到它的身体这么巨大还这么的敏捷 是的铁柱我们要再加快点速度 要是被它抓住的话恐怕我们会有狗袋危险的 铁柱我看到前面的房子了我们快点躲进去 好的俊哥我已经躲进来了你也快点进来 看我直接一个冲刺我也进来了赶快把大门关上 真的是太吓人了铁柱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快点上二楼躲避一下 你好警察先生昨天我们在森林中见到了 你们一直搜寻的恐怖绿色怪物 而且它的身上全都是红色的液体 估计是破坏了附近森林的村落留下的 还请你们快点出动人手消灭这个怪物 好的阿俊铁柱我们会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尽快把这个可恶的怪物消灭了 睡得可真舒服又是美好的一天 也不知道那个绿色怪物抓到了没有 奇怪谁这么一大早就来找我呀 让我先去开门看看原来是铁柱呀 铁柱这么早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 俊哥不好了你快点过来看看吧 我们村落中出大事情了 铁柱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着急 天妮那个村民是怎么被绑在了树上 而且身上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看来我们的村落中是出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啊 你好警察先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为什么这个村民受了这么重的伤 很抱歉阿俊刚刚经过我们的检查 这个村民应该是被昨天你们见的 那个绿色怪物给袭击了 虽然我们昨天出动了很多人 前往森林中搜寻 但是由于这个怪物的行踪太过鬼 我们还是没有把它抓活 所以我请你们协助我们找到 这个怪物踪迹然后彻底的消灭它 好的警察先生我愿意 协助你们消灭这个可恶的怪物 但是在此之前还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准备一下 没问题阿俊你们准备好后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事不宜迟铁柱我们快点前往武器库 装备一些可用的武器来消灭这个怪物 就是这里铁柱快点把箱子上的启动开关打开 天尼俊哥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暗道 是的铁柱这个暗道箱子里面装的 都是一些比较稀有装备 所以我才创建了的暗道保证安全 好了我们快点把这些武器装备上吧 天尼俊哥这些武器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现在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们快点出发去抓捕那个可恶的怪物 好的铁柱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要是多耽误一秒时间村民就多一秒的威胁 根据昨天怪物留下的线索应该就是这里了 但是俊哥这里并没有怪物的身影了 我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了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让我们先分散身位找寻一下 也许那个怪物的洞穴就在这里附近 不过我们尽量不要分散距离太远 要保证自身安全 等等什么声音好像是从身后传来的 天的铁柱你快看你身后 刚才的警察先生居然全都昏迷了过去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说那个怪物就在这四周 俊哥你快看这个山洞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糟了铁柱那个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怪物 看来这个坑洞下面就是这个怪物的藏身地点了 不好铁柱我们要快点和这个怪物拉开身外 千万不要让他有近身攻击的机会 看我超级大炮的厉害你这个可恶的怪物 糟了没想到这个怪物居然这么厉害 不仅速度非常的敏捷就连血量也很非常的厚 俊哥救命要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糟了铁柱居然被这个怪物给吞噬了 不行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消灭这个怪物的 太好了前面有个村落我要赶快跑进去躲一下 看我直接凌空一跳终于进来了 等着我铁柱我这就开车去叫增原 我一定要把你给救出来 可恶这个怪物真的是太狡猾了 居然把铁柱关进了房子中 导致警察先生不能强行将这个怪物消灭 不行我得赶快把铁柱给救出来 要不然的话时间一场铁柱肯定会有危险的 好的看我先使用超级狙击枪来消灭这个怪物 就是这个角度成功的瞄准了 等等这个怪物真的是太可恶了 居然用铁柱来挡住死角 看来这个方法是行不通了 有了既然这样 那我只好使用挖掘隧道的方法了 首先我们先选取一个合适的地方 然后使用遁地机不停地往下挖掘隧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房间中 然后趁着那个绿色怪物不注意把铁柱给救出来 太好了就是这里我要赶快把这个地板打开 紧接着放上一些梯子方便一会撤离 不过我要尽量小声一点不要让这个怪物发现 铁柱你听见吗我是那俊哥呀 俊哥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好了铁柱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免得惊动了那个怪物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好的俊哥不过刚才我趁着这个怪物睡着的时候 已经在他的周围放置上炸弹了 我现在就把炸弹启动 天的俊哥你 炸弹爆炸了 是的铁柱我们成功地把那个怪物消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别点个关注吧